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上师厨房 今天我可不是来做方便面广告的 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的方便面情节 我记得第一次吃方便面的时候就是干嚼 后来新鲜劲虽然过去了 但是每一次吃都挺高兴 我现在还偶尔换个花样来做方便面 正在切的这个小洋葱 就是我为接下来的干边方便面准备的配料 还有一个配料就是大白菜 大白菜是顺着色切 切得尽量细一些 又长又细 这样和方便面比较相配 还要准备点葱花 煮方便面一定要开水下锅 我不需要软塌塌的面条 这时候任何调料包都不要放 只是煮面条 因为我一会儿还要二次加工 所以面条不能煮的太软 一般完全打散以后就可以捞出来了 有些方便面特别硬 可以在食堂多煮一会儿 炒锅里放适量的油 先把洋葱丝煸香 这种小洋葱应该叫火葱 英文是shallot 略带甜味很香 方便面里如果配这种小袋的干菜 这时候可以放进来 把煮好的方便面放进来 这时候应该不带任何汤 我这是两包方便面 而调料包我只放了一袋多一点 如果两包都放咸度和辣度 这可能属于最口味重的人 为了使调料拌匀 我略微加了一点点水 完全拌匀以后下入白菜丝 白菜上再单独撒一点调料 所以这种辣味调料一共用了一袋半 您可能会问 为什么白菜丝不是在面条放入之前炒呢 因为我的方法是干饼 如果过早的炒白菜丝可能会出水 尽量保持白菜爽脆的口感 烧一顿生放入葱花 拌匀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经过这样简单的加工 您就会得到一种全新口味的方便面 上桌的时候再撒上一点黑芝麻 立刻颜值大增 感谢您的观看 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市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